美国第一大华资花旗生产销公司许氏生业集团庆祝创业40周年 不只产品行销全球五大洲 最近业绩更汇出了双响炮 获得来自中国大陆10亿美元的合作意向书 也因此扩建新厂房足足有4万英尺这么大 热闹的清厂启用典礼上 有多位美方官员都赶来庆贺现场一片喜气 有五彩缤纷的金毛世王武德火灵火现 让现场一阵喜气洋洋 紧接着多位主流贵宾排排站 从威斯康幸州参议员 众议员到州长都有 同仁都是来见证许事迈入现代化的里程碑 庆祝新潮落成 Really to celebrate this nearly 40,000 square foot facility expansion, which I think is not only a celebration of longevity of this company, but a great sign of optimism for the future, that ginseng that's grown right here in north-state Wisconsin is some of the best ginseng in the world. 热闹剪彩外 州长还特别致辞 表扬州长外交顾问兼总裁许中正 促进威斯康星州经济与税收 总裁许中正感谢之余 也肯定自己的太太多年来的始终支持 以及大儿子徐恩伟 帮助威斯康星州建立起美中台三地 长期友好的经贸往来 他将继续追求卓越 坚持自产自销一条龙 货源纯正品质保证 许是不只庆祝创业四十周年 面对中国大陆上亿人口的需求 更是不断的扩大 稳扎稳打 要拿下全球最棒的威斯康星州 花旗深美名 东西新闻 彭迪在威斯康星州的采访报导